大家好 大家看 这头发好长啊 其实我这个头发本来早就想理了 但是呢 我想做一期视频 因为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 不了解真实的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情况 包括物价呀 包括生活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什么 只是看些什么新闻报道啊 这么一块 因为我呢 是只说实话的浪漫哥 所以呢 我想把一个真实的一面 包括我要去剪发的时候 它的多少钱价格 那理的什么程度 给大家体现出来 这样的话 互相之间加深一些了解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浪漫哥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转发点赞哦 那么大家跟我来吧 那现在呢 大家就跟我一起去 大家跟我一起去剪发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生活的一些地方 也稍微可以看一下 在我楼下这边呢 就是有这个小卖部 吃的喝的什么都有 这个是药店 下次有机会我拍一下这个药店 到底是什么价格 不过说真的 那个药店的价格还真的贵哦 那这个呢 是24小时超市 是24小时超市 这还有一家超市 这个是又一个药店 这还是一个超市 这我们这边的一个打扫卫生 现在就开始了 这个时间段因为是中午 所以人不是很多 大家都在午休 大家都在午休 所以是疫情 这个是花店 这是点名车修 这个修锁的 这是美甲美瞳的美容 这是美甲美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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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这是母婴产品 婴儿的 好,马上到了 那么就是快捡 看到没有 哎,价格就是十元快捡 我要捡得货了 在这个地方 哎呀,捡个头发 短一点 哎,短一点 这就是我今天想看 看我这头发特别长了 我现在就搞好你真相了 我现在就做了 你怎么能做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短门留这么长 来捡一下 其实早就应该来捡了吧 一天剪头可能应该有100个人吧 没那么多 今天原来是你有两个人吗 新台两个吧 新台是两个吗 白天一个人晚上才两个 白天没什么的 两个人一个人就够了 一个休息一个地方 然后到时候再换一下 白天不会忙到哪里去 对 一般都是晚上有空的时候过两个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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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cost 还好带来另一个手机 在一个头我捡了以后 总共再花十块钱 我现在开始付钱了 一点多块钱 这真的还得到一分钟 不管了 好 开始了 OK 看到没有 捡了以后呢 你要先换炮 他这种呢 是不洗的 回家自己洗 所以他价格便宜 十块钱 也就是才一点多美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帅哥一个 马上出现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哦 再见 拜拜